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透过视讯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 我们可能都知道说 我并没有什么简报 完全是靠大家的问题 来回答 所以如果还没有扫QR Code的话 可以扫这个QR Code 这个不是防疫用的 是提出问题用的 然后大家看到上面 就是已经有不少问题了 那如果你也想要听到 就是我讨论这一题 或者你有要分享的部分 那你就直接按赞就可以了 那按赞的数量越高的 它会扶到越上面 那扶到最上面的 我就会开始回答 那直到我们表定的时间 是40分嘛 对不对 40分结束的时候 就如果上面回答不完 我就先说抱歉 因为有时候回答 一共会冒出两三个来 那但是所有的问题 我都会看过 那如果就是一下子 想不到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尽量往后卷 因为我看后面也有蛮多问题 那尽量可以帮忙按赞 那如果有想到新的问题的话 你就及时PO出来 那我都会及时的看到 那刚刚麦克风 好像运作的蛮好的 所以也欢迎就是可以举手 看到扫影机上已经有数位 麦克风 就是好像两位 麦克风数位 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那所以如果不方便打字 或不习惯打字的话也可以举手 然后用询问的方式 我们及时的互动 那即时互动 语音的优先顺序 是高过slido上面的 那所以随时都可以 就是用来追问打断 或者把底下的推上来 这样子 好那是我们的时间跟空间结构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直接开始好吗 好 OK 那有阿文想要问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那想询问政委 能不能给年轻人一些创业的建议 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我们在有往期网路的时代 有像slido这种工具 维基百科这种工具的时代 如果你准备的太好 太完美 那反而这个很难找到创业伙伴 因为大家除了帮你按赞拍手之外 很难做什么事情 那反而是不完美 或者甚至是有一个不是很 就是流畅的表达 或者是像维基百科上面 你如果看一篇文章 它非常流畅 你看过就过了 但是如果你看到都是做字什么 你就会有一种好像不出来改一下 好像是有点对不起自己的那种冲动 所以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网路社群的时代 其实要获得你的创业伙伴 要获得大家的支持 或者大家的注意力 其实最好的方式并不是提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而是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 然后丢一个就是完成度可能只有6%的答案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所有的专家都会忍不住 这个出来当专业的舞蹈 就是来纠正你的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快认识很多的朋友 对那但是当然我是觉得说大部分的创业的题目 它都是需要一个说服的倡导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社会上面 环境上面有什么新的需求需要满足 而旁边的人还没看到 那但是就算只有千分之一的人看到 那在台湾也是两万三千人 那在世界上是更多人 所以就是透过网路以及抛出不成熟的解决方案的这种方式 那你很快就会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你准备的越充足 其实你的扩散力反而越低 那你越带着一个准备不充足 但是我很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 很愿意把就是你的想法当成是共同创办人的想法 而不是只是客户的想法等等的这种共创的状况的时候 那其实大家就很快就会聚在一起 很快的就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所以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那可以多看所谓的社会创业 社会设计 甚至一些影响力评估的方法等等 那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我不会特别停 所以如果要追问的话 可能就要让主持人知道 或者是就直接推上去 那不然我就会移动到下一条 好那下一题是我们的长达大学铁道歌 虎晨英娜在台南29年 靠步行大众艺术来完成所有十一书型预乐的这位朋友 想要问说 最后您好我想请问所谓新媒体时代的议题 也就是说台南是GIF的虎晨 也是台湾早期 也是现在发展的重镇 那即将迈入建成400年 那对我来说 虎晨的吸引力 这边用了一个磁铁的符号 就是通常用表情符号传播力 就是自动上升 这些很懂传播的朋友 在哪里 想要了解哪方面的辅城 那以及如果在台南可以依赖大众运输工具 来完成这些书型预乐 是不是想尝试享用 那已经延伸问题 就是如果要新建捷运 那这里的捷运不是只有 我们想象中的单一的metro 而是包含轻轨路面电车 BRC ARC捷运等等 那会选择怎么样子的类型 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即将就在台南要举办这届的社会创新的高峰会 亚太社创高峰会 那亚太社创高峰会 我们探讨的主题刚好就是说 在疫情之后我们怎么样子来过一个迈向灵探 静铃的这样子一个生活 那在静铃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觉得只要某个地方 它是很care那个地方的发展 care那个地方的公平 care那个地方的环境 那有越多很在意当地的这些市民朋友 那他就越有可能去adapt 就是去让最新的一个就是大家需要做的事情 让静铃出现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想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 那我记得当时在市创高峰会的开幕记者会上面 我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的这两年 我们在公共卫生学界有非常多的创新 但是这些创新之所以能落地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线的朋友 自己按照自己的需求发明出了 怎么视觉化旁边的药局有多少口罩 怎么样帮助长辈 特别让你可以打到疫苗 怎么样子去找QR code做简讯实验制等等 那我们就发现说非常大比例的 可以说是过半的 这些发明都是台南的公民科技家 台南的社创家来发明的 那也就证明说就是当一个人 他的时间他的力气 不是只是关心自己创业的那一个题目 跟刚刚讲到线上社群 而是也关心他怎么样子在实际的世界 去落地去让各种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等等的朋友都觉得 可能随便玩一旦可接受 或至少觉得更省力更安心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辅城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有既有个性而且又非常关心在地 事物的朋友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社团考虹会 就是今年特别因为近年的题目 以及疫情之后重建亚洲的题目 是悬栽辅城来办理的 那当然就顺着这个角度就是任何能够降低 就是碳排放的方式的运输工具 我都非常愿意使用 那大家都知道我最常使用的运输工具 就是网际网路 比方说我今天在这场演讲 就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碳排放就达成了 可能两边稍微这个用一点电力 但是就此之外是没有任何里程的 那但是如果就是人到了现场的话 那我确实也会尽可能的去选择 不但我自己就是尽量步行 或者是达成比较低碳零碳的这些运输方式 那像我自己现在也都完全不点 那个Uber Eats for Food Panda了 那也都就是在自己取得食物所造成的里程里面 尽量用循环的包装材 尽量用短距离的我步行 或者请人步行等等这些方式 那也有很多的就是社创甲正在用资讯的力量 来促成这个题目 所以我觉得大众运输工具也好 或者比大众运输工具更低碳排的东西 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好 而且是就是越低碳排是越好的 那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也很欢迎就是继续追问 那有大头春这位朋友想要询问说 在高房价以及低薪还有疫情的影响夹击的这个年代下 那年轻人是不是还有未来 这真的非常好的问题 我一直觉得说就是有关心在地的事物的朋友 然后再结合刚刚讲到的就是非常高的平宽 那affordable就是低延迟就是从我讲话到大家听到 几乎没有什么延迟 那我听到大家就是刚刚主持人发言了 大家点头啊 然后我就是及时的互动啊等等 也不会像就是基础建设比较不好的国家那样子 就是我会不知道我在就是他们在点上 我的上一句话的头还是我的点头 他们是不是下一句话才收到 所以只要有这个低的延迟大的平宽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很广泛的连结 那很广泛连结我觉得真的是解决高房价问题的 至少以我的所学了 比较比较快的方法 那我很多的朋友他都是选择住在就是温温环境 或者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 因为我们写城市的其实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 并没有任何工作场所的差别 事实上唯一的差别就是食物好不好吃 那这方面台南当然也有非常大的压劳性的优势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让全台的各个地方都有同样的 就是大平宽的低延迟的状态的话 那我们随着整个数位转型的过程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 它可以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用视讯 或者是在过程实境里面就完成 所以这样一周可能只需要实体见面个一两次 或者是等未来频宽更广了的话 可能一个月像我以前在西谷的时候 半年才去见面个几天 那所有其他的时间都是想在哪里住就在哪里住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们才真的能够比较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那同时这个线上的mobility 线上的可以动性也解决低薪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的工作在台湾就是某个地方的几家大的公司 或者群聚 不是那个群聚 就是聚落 能够offer你的工作的话 那当然你相对的溢价能力 对于这些公司来讲就比较弱 那但是如果你的工作至少有某部分 是可以透过线上来做的话 那就像我当年一样 就是我都不是去看它的地区 而是只是看它的时区 因为时区关系到我而不调整我的睡眠 但是你只要能够调整你的睡眠的话 那就是你的溢价能力就很强 那当你回来 就是跟你旁边的 就是在台湾的这些企业 做谈判的时候 你的BATNA 就是如果谈判破裂了 你还可以靠着几个线上的鞋杠 就完成自己的经济的自由的情况下 那公司可能也就不得不配合年轻人的要求 那去做到至少几天可以远居工作 或者是更好的工作环境 更合理的工作环境 过了晚上七点不要再喘 继续讯息什么之类的 就是反正你 要求的这个时间边界跟空间边界的溢价能力都可以更强 那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体两面的 那我想疫情最大的帮助 就是去让可以说是除了台湾的纽西兰之外 几乎所有其他的企业体在其他的国家都已经翻转成 就是可以接受跨市区的工作的这样子的工作环境 那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的就业是蛮有帮助的 那我们也有像T大使等等的计划 可以让你刚毕业之后就习惯这种比较是几个人作为团队 可以在设计思考运算思考的协助之下 去培养这样子的跨域工作的能力 那这个也是可以参考的 那以上是业配业配完了 我们就下一个问题来移动 那有是因为朋友们想要问说 我是独生兔肠的台南人 想要投入地方创生 那想要听听看外地人对于台南特色DNA的想法 除了食物很甜之外 可能不止食物来连水都是甜的 就是喝的也是甜的 那想要知道郑伟对于在台南从事地方创生的工作 有没有一些建议 那我想台南是地方创生 可以说是就是即使不是唯一的发源地 也是主要的发源地 那而且在台南已经有非常强认的 就是社区的网络 那我通常的想法都是说是亲民共创 也就是说并不是特别说好像年轻人 一定要加入某个历史悠久的社会 然后一开始只能打杂 但是也不是说年轻人来规划完成全部的事情 然后乐龄的朋友就只能当顾客 就是不是这两端的任何一端 我们看到比较成功的地方创生的情况 都是年轻人提供那个向量 就是新的做事情的方法 然后长辈提供那个能量 就是往那个新的方向可以走到多远 那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要找一个 就是对长辈来讲 好像他不太会抗拒的一个创业的题目 所以与其是问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不义 就是why this injustice 那我觉得很多可以去把它稍微转一下 就是你在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 但是是问why not 就是莫以善小而不为 就是为什么不稍微做某件事情 就好呢 那大家就可以更照顾自己一些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一开始就是从一个社会行动 社会运动的角度来approach 那就会发现说 长辈不但很难抵抗这个想法 举例来讲 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上面 就常常有十几岁的朋友提说 那为什么要用免洗的吸管 喝珍珠奶茶 为什么不能换成循环材 那很多长辈听对啊 为什么不呢 那这样他就会愿意贡献 他在材料科学或者行销啊 什么上面的知识 那或者是说像最近一两年 这个也有一个社会创业家嘛 叫林薇嘛 他就是到处去找学生 问他们的学校 可能高中大学说 那为什么这个生理用品 不像这个卫生纸一样 可以放在随手可及的地方 学校如果没有预算 那至少我买一送一多出来的那一个 我就直接放着嘛 清洁人不要清料就可以了等等 那这就是一个 莫以善小而不为的情况 那同样的长辈听到了 那他也不会觉得冲击 因为对他来讲 并不是什么他要花很多资源 或很多时间下去的事情 他只要稍微改变一下习惯 那他们跟那些就是清洁的朋友 或消务的朋友提出来 他们也说好了 那就不要收掉就可以了等等 所以就是说你的改变理论 越简易 越容易被了解 而且越是 莫以善小而不为 就是why not的这个形状 那我觉得就越容易 在长辈的角度里面 他就真的有可以 很多支援你的部分 但是又不会take over你的方向 因为毕竟这个新的方向 还是你想出来的 那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证伟有没有买NFT 那NFT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真的是炒作而已 先回答我没有买NFT 那但是我当年有买过 这个很像NFT的东西 就是叫做魔法风云会的 集幻式直牌游戏 那这个类似球员卡这样的东西 那但是我买了一阵子 就发现说这种用印刷技术 来确保说每刷只印多少张等等的 我比较在意它的utility 就是它的使用价值 就是真的足以赋牌来打的价值 但是我并没有那么多力气去track 说它已经涨别到了什么时候 因为我脑袋不是很想 花时间在这么细的事情上 所以后来我要比赛之前 我就去跟那些收藏家的朋友 借我需要的牌 然后打完之后把牌都还给他们 所以那就更没有收藏的动机 少数我买的牌都卖出去了 但是可以说是现在NFT 就是透过加密的技术 而不是透过印刷的技术 但是同样的就是达到 限量的这个效果 那它比就是我们以前这种 就是实体的收藏品有什么好处 就是当国外大家都因为疫情关在家里的时候 那你就算有这个真的很厉害 黑莲花什么东西的那个 就是收藏的指派 那你隔着萤幕也很难让对方知道有多厉害 那但是NFT的话 它就解决了跨国炫富的这样子一种需求 那就是说到底你有没有跨国炫富的需求 我觉得并不是大家都有跨国炫富的需求的 但是就是在一开始 因为没有看过真的可以跨国炫富的这种做法 所以大家就是稍微热了一阵子 那但是后来就发现说跨国炫富 并不是一个刚进需求 因为随着疫情缺缓 大家慢慢也都可以出门了 那其实就是你如果要show off的话 还是就是大家面对面的场景 或至少是比较熟的人在高频宽的场景 这样子分享是就是比较有show off的感觉 那只是你的推特的头像 从正元形变成六角形 可能就是会高兴个两三天 但是之后就觉得好像差不多 因为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头像自己加一个六角形的外框 也就一模一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NFT来讲 他刚开始出现的是有新鲜的感觉 但是除非他像魔法共云会一样 除了他炫富的这个功能之外 还可以有一些好玩的参与的这种功能的话 那不然我觉得这个热潮就是真的非常快就消退了 那反而真正的刚性需求是在 你很难轻易卖走的那个NFT 就好像说 如果有人得到了奥运的金牌 或者是有人得到了什么勋章 那虽然那个physical token 你真的可以卖出去 也可以当掉 也可以怎么样 那但是就是说 大家就是你能够show off的是 你获得了这个奖牌 那就算那个physical的奖牌 就是你卖给别人了 但是他不会因此就变成奥运冠军 你也不能在就是下一次的比赛里面进入种子 对不对 所以现在NFT的这些底层的技术的开发者 他们是比较还是在研究所谓show bound 就是跟着特定的人而不能特定 就是特定的钱的那种NFT 就跟着人而不是跟着钱走 那这样子的话 这种新的可能也不会叫NFT了 那这种show bound token 它才能够真的变成人的集合 而不是只是钱的集合 因为在钱的集合情况下 那真的很容易就是几只大金鱼就 完全就是破坏掉那个NFT的市场 或者破坏到那个NFT的形象 这都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蛮有趣的 那也有 如果你真的有跨过旋復的需求 它现在解决你的这个需求 但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13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身处在富含历史文化背景 资源丰富的城市 而且也已经在从事地方创生 跟文化推广 想请问有没有什么建议 把历史跟新的科技结合 演讲的就是回应等等 或是我平常有来拜访 或者是有采访等等 那我也通通都是用CC授权的角度 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 我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素材 那对于任何的提问 或任何摄影师散开的意念 那我也是希望对方 也把他的贡献当作素材 那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大家会没事就看到 就是什么唐凤脑破控制的东西 或什么唐山过台湾 唐凤过台湾 没饭点钱脑破更甜什么 所以就是说这些素材 它变成跟新的这些梗 比较有关系了 变成跟我变成比较没关系了 因为随便去混搭 把我披上一个什么旋律 还是披上一个什么音 还是什么东西 我都绝对不会生气 而且也不会来告你 就是我连肖像权都抛弃了 那这样的话 你就会结识到非常多的 你根本本来不认识的 像我就因此就有很多日本的什么饶舌乐团 叫Dosmonos 就直接把我的采访的声文 变成他们的rap的一部分 那这个传播力当然就是非常多了 所以文化部也在我的建议之下 就是后来他们 不管是国家记忆库 采用大部分是CD授权 或者是我们把一些古迹 或者是拍电影需要重建的一些场景 都用点云扫描之后 就放出来到台湾模型库 那之后你不管是要做游戏 要做动漫 要做什么东西 你都不用自己再去花很多的成本去搭建 那我们知道说很多游戏里面 为什么那么多纽约的场景 或者是其他大城市的场景 就是因为他们也有人做了类似的事情 然后就整个场景放到Unity 或者是放到什么建模的工具里面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鼓励你 就是把你觉得值得传播需要传播的部分 预期说版权所有反应比久 不如说那就变成素材吧 虽然变成素材之后你会上市主控权 但是你获得的就是像我就是常常就是 一看报纸我又变成一只海报了 海报就出别针了 什么之类之类的这种东西 所以真的可以考虑往这个方向 自我民营化的这个方向来进行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证委想请问 对于未来数位发展部的施政方向 有怎么样子的看法 我现在是筹备召集人了 那所以我们在筹备的时候 主要的工作就是去界定说 就是现有的过来的这些部会 包含国发会的资管处 包含我们的NCC 除了就是通讯监理之外的一些业务 那它在未来的可能一两年里面 它需要社会搁解更多的支援 甚至是就是在假设 我们也可以offer一些远距上班 而且就是续心不堪学历等等情况 可能大家愿意当约聘 我们有300个约聘到部里面服务等等 那所以去想到一些 大家现在都觉得比较需要解决的问题 或者是觉得现在比较值得做的 但是前几年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那目前大概想到 大概就是八个字吧 就是民主典范 智慧国家 那智慧国家里面又特别强调 就是任性 就是恢复力的部分 那这个是在就是 俄国侵略乌克兰之前 就想到的东西 所以并不是特别因为乌克兰是 就是民主典范 然后又特别有任性 所以在想到这一套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说 真的因为他们的通讯基础的任性 而且也因为他们就是全民参与的这种民主的感受 这个真的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那所以就真的是有一种 就是得不不必有灵的感觉 就是大家真的比较感同身受的觉得说 那我们要stand with your plane 要跟我们站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基础建设 乍看之下 好像跟大家日常生活 就比较像是水沟 就是不同的时候才有感觉 同类都没有感觉 那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除了就是让大家刚刚讲 宽品是人权之外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去强调一些 那我们在就是快速的形成共识 在快速的把一个好的创新 扩散给这个整个台湾或全世界等等 在这些民主典范的这些工作上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基础建设 虽然它比较不是资本们的事情 但是像决议来讲 像如果大家对于Facebook 或者是这些大的平台 那他们扩散的方式 跟你想要扩散的那个价值 或者是讯息 有一些不同 有所冲突等等 那至少我们不能是依赖于他们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 好像在数位世界里面的 相当于我们地方创新 常常使用的公园啊 集会堂啊 这个就是市政府啊 图书馆啊等等的地方 那总不能说一切都依赖 就是在数位世界的 类似夜总会这样子的地方 就是很吵啊 大家都酬业 那有很多mental health hazard 就是对精神健康 不是很健康的小孩子 可能不能呆太久的东西啊 而且还有一些保镖 就是讲做法就请出去啊 等等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需要一个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就是在数位世界里面的 能够服务于这个 民主典范之后国家的想法的 一些基础建设 所以这个是我目前 一些比较具体的想法 好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问题就是问说 科技越发达 各产业都导入了科技 那想要问说 传统产业流众工业的处境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那是不是维持现状还是转型 那转型的话 政府有什么资源 或者是支持 那特别是在近零转型 探盘场这个方面 当然我们有近零路径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政府的资源 但是这些资源里面 因为你要做探盘场 你要做近零转型 你势必就要建立你的digital tooling 就是你的透过收集的资料 来达成决策用的数据的 这个从资料到数据 那特别是统计数据 对 也包含很多real time的数据 的这个pipeline 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料的基础建设 那当有这样资料基础建设的时候 要怎么转型 能够怎么转型 的那个可见性就变得非常高 而且如果你是这些中工业的决策人员的话 那你就比较容易做一些内部创业 因为数据的特性 就是说当它能够作为决策 或使用应用参考的时候 它是没有稀缺性的 也就是说你本来的路径 可能只是用来做探盘场 但是你后来这个数据 把它放在别的应用 好比像说你的制造转服务业的应用 客制化的应用 刚刚讲到的群木重包的应用 跟新创结合的应用等等 都有很多API能够去提供出来 那这个也真正是 我们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制造业就是做口罩的 那怎么样子去 国家队接到我们的服务业 就是我们的要去便利超商等等 那也很感谢台南的 就是社创家去想出 就是有上百个各种不同的 类似分散式的账本 都能够视觉化 口罩的供需 当然后面包含疫苗 或者是contact tracing 医疗追踪等等 那都是用类似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底层 还是非常的稳固的 但是我们就是透过 这种资料转成数据 OpenAPI的这种方式 去让上面的各种新创 几百个新创 都可以去做自己的解决方案 那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就没有办法全部都回答到 那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 大合照的环节 没有错 所以我要请政委在线上 再稍微等候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有几位的贵宾 还没有介绍到 这边呢 我补充介绍一下 让我们欢迎农业局专门委员 吴俊杰 欢迎 好 谢谢 以及经济发展局 杨正举科长 欢迎 欢迎 另外还有立伟林俊县办公室主任 曾俊仁 欢迎 谢谢 那接下来是我们亲委的部分呢 首先让我们欢迎 陈柏阳亲尾 欢迎 谢谢 以及陈正明亲尾 欢迎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进行珍贵大合照的部分呢 那我这边呢 要邀请主委 戴伟俊 上台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校长苏慧珍 以及我们规划设计学院院长陈建训 陆续呢都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等一下我们直接要跟我们的荧幕上的阵委一起合照 接下来还有科学中心副主任徐山慧 以及我们昆山科技大学副校长钟俊炎 另外还有长荣大学研芳处产学合作总中心主任张前义 以及台南大学课外活动组组长陈威阳 另外还有我们A-Line Radio执行长童嘉荣 乐学网总经理钟才明 台南新雅协会秘书长林建玉 好那所有的亲尾也都要在舞台上哦 包含了陈博洋 陈正明 林伟勋 胡婉倩 郭新雅 陈文艳 因为呢能够跟中文合照真的是太难得了 所以我们全体出动 那稍等一下我们安排一下位置哦 好 好的 那我们那个亲尾的部分啊就帮我蹲在前面好吗 包含我们秘书长 大家呢 找一下镜头然后待会摄影师好几位摄影师 也要帮我们确认一下画面哦 那记得不要挡到monitor 不然我们唐正伟的画面 我们的亲尾不要挡到我们的投影机哦 好的 好 好那我站在后面看一下 确认一下 好 请问我们的摄影师们 这样子的画面 是有办法入镜的吗 OK的吗 好 请大家 不能是不是 好 好最后确认这样子是OK的吼 好那我要321哦来 请看镜头 321 好这是震惊的 我们正伟有做一个特殊的这个手势是不是 那我们跟着正伟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同心协力 远距离连心哦 好再一次哦 来 321 好的 大家都捕捉到了吗 好的 谢谢 那请正伟还不要离线哦 那请我们舞台上的贵宾们带着手拿牌回到座位上 因为呢 我们今天除了长官贵宾之外呢 在我们舞台下方座位区的青年们也非常想要跟正伟合照 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舞台区下方也有一个荧幕哦 所以再请正伟稍候一下 不好意思 好 好 那大家赶快回到座位上面 各就各位 确认一下那边是不是有一个空着 好 有有有卡到位置了 好 最后做一下确认 好 那我们后面的青年们我们这张就来比个赞好不好 说明我们今天青年化未来 男青到底完创新非常的赞 来 321 赞 耶 感谢大家的参与哦 好 再一张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 来 321 爱心 好 诶 这一张是不是 震惊的来一张是不是 好 哪里有只有挡到 好 那最后确认吗 好 那我要喊321咯 可以 可以吗 好 321 耶 忘记自己比pose是不是 好 非常感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正伟今天花这么多时间 参与我们的论坛 谢谢正伟 拜拜